高雄车站的改建工期 长跑了20年之久 终于预计可以在明年完工启用 近期就释出了最新的车站空拍影片 可以看到 车站的空中步道都已经整体成型 整个站体结合空中绿廊道 形成了美丽的城市圣代中岛 为高雄的山明区带来了全新的光景 当时火车站有三多 第一个多就是游览车多 种种的游览车都在这里 第二个多就是电动玩具多 整排都是电动玩具 那第三个多就是大小换电多 所以说造就整个商业活动 就在火车站 所以说整个发展的非常的好 而且商圈非常的活络 但是因为施工的工期相当长 又加上商圈转移等因素 车站的周遭都已经不如一望 店家外移的状况也相当严重 高雄车站的完工是否有机会成为 车让商圈复苏的曙光呢 我想第一个最直观的就是说过去在施工 还有说在过去规划的时候 它附近的店家还有交通 有一些店家它可能在这段时间有收起来 或者是说有重新规划的状况 那未来如果说铁路地下化之后 它周边的环境有会改善 那可能会带动新的一波店家新的进入 或者是说会有一些公司行号 商办的部分 它可能需要通勤需求的一些 跨县市的企业 会在这个地方再次进驻这样子 三明区的房价也已经停滞多年 加上周边旧市区产权复杂 老旧大楼居多 即使车站完工后 可能对房价的影响变动也有限 想要重新活络区域内的环境 都市坑心可能是解放之一 都更是一个关键 因为火车站都是一些老式建筑 大部分都透天的 如果都更的时候 就是会有新的一个气象移动起来 很多高科技要进驻到高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况 那希望也进驻之后 人口增加也能带动火车站的 另一方面的愿景 能把它重新繁荣起来 那未来如果商圈比较活络 那店家跟人潮有在更集中 或许会带动附近的房价上升 那建商会不会在这个过程 去评估说周边区域的整合 跟都市更新 去推动火车站再造 或者是说那个重新规划 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指日可期的 高雄从铁路地下化到路桥拆除 再到车站的改建 专业间已经过了20多年 过去火车站站前繁荣的光景 也已经消失 新车站的启用 是否能够成为重新崛起的戏机 还有待观察 记者川军 高雄报导